字幕提供 好各位的晚安又到了Charlie Mike的時間 周六晚上輕鬆一點我們講個一夜 應該就夠了 我先把夜數找到 68夜 回一下之前的 片段不是片段之前的情節 兩個Mix跟他的隊長 Grady 準備已經聞到敵人塑影有燒東西的那個 煮飯的那種炊煙的味道 所以本來隊長要親自去看一下 但是呢 Mix覺得說他比較在行 他去了看了回來果然 喔有看到 人 所以 最後他們兩個 呃 決定一起前往 因為快要天黑了天黑就麻煩了 因為 隊長研判到可能 呃快的話今天晚上他們夜行軍就離開了 那他們就撲空了 快的話明天一早他們離開 佛曉 好就行軍 也會造成 白搭前面白稿 因為他們 這種任務啊留的越久時間耽誤越久 對 Rangers越不利 必須要在最短的時間內 找到敵人的蹤跡最重要是部隊大小叫算人數 研判出敵人的是什麼樣一個 層級的部隊 是連擊呢還是銀擊呢這樣子 或是更大 所以他們就決定 最重要最重要位置 確切的位置之外 還要部隊兵力的大小這可以從他們攜帶的武器 跟人員 人數 看他們有多少個連用人數來研判如果你懂那個編裝的話 很容易你懂敵人的編裝的話很容易可以看得出來這樣 好 我們就直接開始 從六十八頁 前面好像是 We'll be looking for heavy weapons fifty one cal 那個fifty one cal跟老美的 武林重機槍那個fifty cal 50公里口徑的那個cals caliber他們簡稱是fifty cal但是 越共用的 是蘇聯製的 好或是你講前蘇聯製的這種 重機槍所以口徑 會跟老美用的稍微 誤差有一點點所以他非要多個一公里 不是 變成五十一公里了 Machine guns M Mortars 那他們知道編裝如果你找到重型武器像 51這種像50機槍 150機槍講比較方便一點他們是51公里機槍 重機槍找得到重機槍 找得到破極炮 就可以很篤定 可能是一個冰氣連 那冰氣連不會單獨出來 戰術上不會單獨出來 因為冰氣連是銀的火力骨幹 你只要找得到冰氣連 就很確定 是個銀級單位了 你看不到冰氣連 那就可能不是銀級單位 因為他可能一個步兵連出去 單獨出他的任務 冰氣連一定是跟著銀一起跑 不會單獨出任務這樣子 除非配屬啦 配屬也是銀級以上的單位啦 也是大部隊啦這樣子 所以 那個 Gready是老手 他說我們只要找到重機槍 跟 重型的 以步兵來講重型的火炮都是8112洞 左右的火炮 迫擊炮 那就可以判定 是 接近銀級的單位這樣子 And try to estimate numbers of men 然後呢 試著去 評估 估算 人數 兩個一搭起來 重型武器裝備的編制 研判出來了 再看有多少人可以用推算的 Got it 他問那個 Mix菜鳥說這樣懂了我們要出的任務清楚了 這樣子 我們不要看錯了我們要看 有沒有重型的機槍跟 迫擊炮 然後看人數有多少 Mix not an acknowledgement 那Mix就點點頭 表示 了解 而且認同這樣的做法 We're going to move to the river And find a spot to dump our gear In case it gets dark Before one of us gets back The river will be easy to find at night Gradis老手 跟著Gradis一定沒錯啦 也許嗅覺跟 背後裡沒有Mix那麼厲害但是他經驗豐富戰術 實戰的經驗豐富你看他怎麼講 他說我們準備 往河的那邊走沿著河走 然後在河的沿岸 找一個地方 把我們的裝備 先 喔 隱藏在 某一個地點我們不要帶著重裝備雖然已經很輕裝了但是那個還是 會影響行動 先把不必要的裝備背包啊什麼其他東西 先放在一個點 他們自己記起來然後偽裝一下 回程 離開已經完成 找敵人的武器跟 算人數 完畢了回程 要撤的時候再 再到那個地方去把裝備帶著跑 那這個觀念我相信我們 任何一個班長不會有這樣的觀念 我相信我在市校當過教官 自從我在戰術組被那個 37期的那個校長不稱頭的校長修理完之後 市校再也沒有人懂 戰術 自從我離開之後 所以 不必要帶的這種任務 中式班長你要或是隊長你要 依據你的任務依據敵情依據地形 依據你可用的時間 依據你有的 人力 來決定你要帶裝備 還是不帶裝備 不要帶是不是就不需要帶回程再帶等等 你那個基本上班長要這種概念 他講說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他說萬一 入業 人間度低了 在我們任何一個人可以 他可能不會同時回來 他們兩個可能還要再分開 看誰可以先回來 如果任何一個人 在趕回這個背包 卸背包的地點 之前天就黑的話 河流是一個 夜間很好指引方向的一個參考點 這個就 厲害不像我之前講我在 Fort Benning 在叢林裡面 快要入業了 我 我到外面去偵查地形了 然後我那個巴士空降師的那個 作戰夥伴在那邊等我 我還弄了個半天照各種準則 用一個 用個圓用個半徑在那邊弄半天 結果我回來的時候傻眼 天黑了 每個地方看起來都一模一樣 樹都長一樣 結果搞了一個小時才回來 那規例很清楚 入業能見度不佳的時候 你在到的回來那個警官的參考點 全部都 會 對你來講 沒有任何幫助 你會迷路 所以沿著河流回來是最安全的 他連入業之後能見度不佳要撤退回來 的方法都想好 那你跟這種人出任務 你輕鬆啦沒有心理壓力 我們最怕跟250長官出任務 I'm going to call X-ray and tell them what we got 那那個隊長就講說我會 先呼叫 中計台 把我們的任務 我們該怎麼做怎麼執行 先告訴中計台 那中計台自然會把這個訊息傳回到聯部去 讓聯長知道 讓聯事官長知道 好 Our plan and our location 他們的小的一個偵查計劃 跟他們的位置 之後我們再開始出發 之後我們再開始出發 Mix reach for the handset as the sergeant pulled his map out to confirm their location 那Mix因為是帶無線電 帶乖乖 所以他就把 話筒 拿起來 然後呢 去摸他的話筒 從背包 或是掛在這附近 去摸那個手持的那個話筒 那隊長呢就開始掏出地圖 開始確認 位置 他們現在所在的位置 和他們待會 準備 走多遠 多長的距離到哪個地方 他要先標好 看好確認好 好 這一段整個就是 那個tutu 第二排第二隊 執行任務的過程 然後下面就跳到另外一個場景 這個下面就是 怎麼樣 用陸航來做地空整體作戰的一種概念 我們可以看一看 我們很缺乏這樣的概念 2-4 This is 2-0 Pop Smoke Over 那個2-4 是 第2排第4隊 2-0是指 他們的排長 做的那個 偵察機 那個偵察機 是定義機 就是 每一次出任務都會去偵察的那一架 他也負責導航 這樣子 POP Smoke Over 他叫他 他叫第4分隊 第4小隊 打 煙霧彈 POP Smoke 打煙霧彈 讓他們看到位置 煙霧彈冒起來的位置就是他們人的位置 Over Roger Roger是2-4 回答 沒問題 知道 超收 Lieutenant Sykes Wars 3,000 feet above The Green Canopy 那講話的人是 Sykes 我覺得應該是中尉啦 他們的排長 正在3000 英尺 高的高空 距離 地面的這一片 樹海 那個叫 Green Canopy Canopy是像那個 樹葉 樹枝茂密 你看不出去 變成好像天然的一個 一個斗篷一樣 那叫Green Canopy 等於說 定義機在3000英尺的高空 呼叫 地面 His mission was to pull Evans 2-4-10 And Salazar's 2-3-10 From the A.O.s 那他的任務是什麼呢 是要很安全地將 第二排第四隊 班長是 隊長 那個隊長是 Evans 還有 第二排第三隊 Tool Street 隊長是 Salazar 把這兩個小隊 這兩個隊 從 他們的 任務地區 叫 Area of Operations 就是他們的 責任區域 裡面 安全撤離 但是不是用定義機撤離 定義機是看到他們的位置 從煙霧彈釋放的位置 看到之後呢 用無線電通知 武裝直升機 護航 另外的 運輸通用直升機 裡面沒有武器喔 因為你要 一架 一架 UG 要在一個 分隊六個人含武器裝備 那個上面就 空間 裝六個人加武器裝備 上面不能再放別的武器裝備了 否則空間會不夠 骰重量可能也會過大 會影響爬升 跟飛機的速度 所以必須要靠武裝直升機 來 護衛 UG 來載人 那導航完全靠誰呢 導航完全靠更高3000英尺的 定義機 偵察機 來做 無線電的導航 所以直升機的飛行員只要負責飛就好了 有點像 卡車看不到很多死角 前面一個人跟你講過來過來過來 戰車也是一樣 拿兩個那個螢光棒或者是紅色的那個 導航用的那種警示燈 有沒有 這樣子 那個是視覺上 那 開那個托拉庫的人只要看手勢開就好了 他不用在那邊東看西看這樣 這個道理也是一樣 最上面的 那個Cessna 的 單引型的吧 這種小的小飛機 定義的小飛機 3000英尺以上 目視看到煙霧的位置 然後暴坐標 給待命的陸航 輕航空的UG跟AG 他那個可能是 AH 1H 之類的 這種 眼鏡蛇直升機 我講超級眼鏡蛇的第一代吧 來護衛這樣子 這個概念 我們要有這種概念 我們到現在已經過60年了可能都還不太有這種概念 我個人感覺 漢光引擎光那邊 這邊 A7 攻擊直升機 OH58D的那個OG A7也沒有編隊也沒有掩護 那個UG也 黑音直升機 也不知道結合地面任務到底在搞什麼 就是射一射火花放一放然後呢東飛西飛飛來飛去 不知道在幹嘛 這個叫結合戰術 所以我才講說 漢光演習真的去實作 這種 你要畫面好看先預拍嘛 預演的時候 或是請 喬治盧卡斯這種等級的 專門 擺拍弄一套好看的 你要做大外宣大內宣去做 真的演習要搞這個嗎結合敵情嗎 可能的敵情嗎 這樣子 這樣子 First Lieutenant Y 就是 還記不記得之前 Major Corvin 要去下命令的時候指定由他來開飛機 這樣子 那他原來就是那一架 Lieutenant Sykes做的 定期做的偵察機的架子 他們原來是搭檔 哈哈 The pilot Pressed the transmit Button On the control stick 那 那個駕駛 我們應該講飛官啦 飛機的 駕駛 它是雙座前座跟後座 前座是駕駛後座是 趁圓 那前面的架子就按了 那個通話鈕 在他的操縱桿上面的通話鈕就按下去了 I got it One o'clock 他說我了解了一點鐘方向 He banked the plant 喔 飛機這樣子 轉身 轉向 這樣子叫bank 像河岸那個字動詞 Banked the plant given its rear passenger at better view 他這樣子呢可以 飛機側身這樣子飛呢 可以讓後座的趁圓看得比較清楚 他可以用傾斜之後看得比較清楚 There it was a same column of yellow smoke rising from a small open area 他看到了 就在那邊 有一層薄薄的 Colens一排 一排的 黃色的煙霧 冒了起來 他們可能把煙霧直的擺變成一排 這樣冒起來 從一個小的開闊地 Open area 開闊地 為什麼要選開闊地 飛機才有辦法 不會打到樹 飛機的旋翼最怕打到樹 所以一定要找開闊地 意思就是說沒有樹的 沒有吃的 不會 主旋翼跟尾翼不會纏到那個藤蔓什麼的 那個飛機就掛了 這樣子 一定要找開闊地 Open area 24 This is 20 Gotcha Standby 那 後面的後座的 Lieutenant Sacks看到那個煙霧了 黃色的煙霧一排 一列 他就用無線電呼叫 第四隊第四隊 我是 排長 排部 20沒有編號 0號的就是 排長 代號 Gotcha 我看到你了 Standby是說你待命 Sacks Flux Targo switch on the radio panel 後座的排長就 搬了一下 用手指頭搬了一下 那個開關 往上往下搬了 有一個像 不鏽鋼鐵一樣的東西 往上搬 往下搬 他把他搬開 這個是無線電面板上面的那個那個開關 他把他搬開 Change into the helicopter channel Frequency 搬開之後呢 就換屏了 他換屏 頻道換到 直升機 的頻道 那直升機就可以跟他通聯了 Red Devil 2 This is 2 0 Over 他呼叫的是Red Devil 2 那個是他的呼號 紅魔鬼 2 可能是第2隊 這邊是排部 我是排長的意思 Over 通號 就是 完畢 This is Red Devil Go 他講 我是Red Devil 超搜 我聽到你了 請講 Take up Heading 180 I'll pick you up When your Tree top over 他說你現在立刻前往到 180 座標的地方 180 我會在那個地方 跟你匯合 當你到了 樹 海的頂端的時候 我會跟你匯合 我再來告訴你方向 Pick you up 我會跟你匯合 那你就是 意思就是說你現在立刻到坐標 1 A 0 180的地方 你到了那個地方 你的航高保留在 不要飛太高會不會發現 最好在樹的頂端就好了 不太容易被看到 太高很容易圓圓的就看到 Roger 他講 知道了 One of the two loops Helicopters Red Devil 2 And two heavily owned gunships Circling And abandoned Ricefield At 2,000 feet above 2,000 feet Head itself 他講說 有兩架 Lubbed Helicopters 是指說載人的 這個Lub就是把人載走 他裡面是沒有武裝的 就是全部是 最大的承載 空間 整個完整的空間裡面沒有裝東西 也沒有武裝 Red Devil 2 表示有兩架 這種UG Lubbed Helicopter 專門載人的 其中的一架 然後呢 兩架 重型武裝 重武裝 就是 Heavily owned 是指說 裝 裝滿了武器 各種彈藥滿載的 武裝直升機 在盤旋 Circling 在哪裡盤旋呢 在一個廢棄的稻田 Ricefield 上空盤旋 at 2000 feet 在2000英尺 所以你看他的航高 前面那個是3000英尺 準備導航的跟侵查的是在3000英尺 這三架直升機一個是 UG 要載人的那個叫Lubbed Helicopter 另外兩架是Gunship 是武裝直升機 航高2000英尺 中間差了1000英尺 就是 他負責導航他 3000英尺的 導航機 是定義機 導航直升機 然後往南飛 那個直升機就按照 前面爆的坐標 180往南飛 The pilot of Red Devil 2 could feel the andromalus flow and smile behind its green shade visor as it began its descent 那那個 Red Devil 2 W的 直升機的駕駛員 可以感覺到他的腎上腺素快速分泌那個叫 Adrenaline Adrenaline 是腎上腺素 Flow 開始分泌了 流動 Adrenaline 然後呢 在他的那個綠色 Shader 暗綠色的 照住的 那個飛行員的 眼罩 後面 偷笑 因為他出任務 覺得很爽 可以 可以出去出任務可以飛了 而且 他們這種出任務要速度快 所以 比較不會按照什麼 速限啊什麼沒有 就可以出去 自由發揮了 只要 能達成任務就可以 所以很高興 然後又有敵情那個腎上腺素就分泌了 就覺得很爽 As he began his descent 然後當他開始要往下降 航高要下降的時候 降低航高的時候 他就開始飆了 He loved it 他說他很喜歡這樣飆機 飆直升機 He loved Buzzing Triptops at mass Speed 那個mass speed 就是 Maximum speed 他很喜歡 飆飛機 那個Buzzing 是 撞生石啊 就是那個 直升機 這樣子 在 樹梢 樹海的樹梢 用最快的 速限 最快速度 這樣子飆 呵呵呵 他很喜歡這樣子 所以他腎上腺素分泌 然後呢 很高興 在那個 眼鏡後面偷笑 All he had to do was fly 他說他只要負責飛標機就好 他不用管 那個 航 航線 航道 方向 航向 他不必管 因為上面 他到了那個地方 上面一千公尺 他上空一千公尺的 定義機會告訴他 要怎麼飛 這樣子 And not worry where 他不必考慮說要飛到哪個確切的地方 他只要負責飛就好 The guy above took care of that 他說上面的 他上面的一千公尺以上的那個人會負責 告訴他怎麼走 怎麼飛 他不用擔心方向啊那些問題都不會有 不用 This was what it was all about He thought 他說這就是 我們這任務就是這麼回事 我只要負責飆就好了 他心裡這樣想 As he leveled off 那當他 一路下降 飆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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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樹燒的時候 他飛行紀錄很好的話 目視飛行或是儀表飛行都知道要拉平了 再往下撞到樹了 拉平 Level off Barely avoiding The top branches of trees Passing and lighting nuts 他說就幾乎是 剛好閃過那個 樹頂的樹枝 他就拉直了 他在玩 哈哈 我也有點玩命啦 然後呢 用 最快的速度是90節 1節 1節是每小時 那個 1節 相當於1海里 1節你換算成 公里的話就是 1.85好像 所以他是用90節 所以你乘90就大概將近 90幾公里啦 就是 1.85 公里乘以 90 本來是90節 你乘90就是 98 72 919 那速度算蠻快的 如果真的是1.85的話 如果沒記錯的話 那就是將近快200公里 確認一下好了 不要亂講 對他是1.85 所以是 160幾公里 時速160幾公里 好 是 所以他就是 那个 Red Devil 2的 疯狂标车 疯狂大标机的飞行员 就是这样下架 然后快要到速梢的时候 故意离得很近 闪过那个 速梢才拉平 闪过最高那根树枝才拉平 然后用 每小时90节的速度 相当于160公里 这样子 一百七十公里 一百六几公里的那个速度 这样冲过去 他觉得很爽 up slightly 然后再往上轻轻的 高度再稍微拉高一点点 then down 然后再往下 following every fold of the drain 这个叫贴地表飞行 你有时候看那种 我们以前常常讲说 什么样的飞弹 可以躲过雷达 那个叫精灵炸弹 它是贴的地貌飞行 它可以运用卫星或是本身的 侦测到地表 维持在地表 跟地貌 差不多保持一定的高度 这样起伏 这种飞弹很难防 以前的人讲叫精灵炸弹 那我们现在叫巡弋 巡弋飞弹 cruise muscle 像战斧这种 战斧巡弋飞弹 怕的是这种 你没办法拦截 因为你所有的 你是驱射武器的之类的飞弹 飞弹系统 多半都会有一个 有一个阳角是没有办法 涵盖到的 它必须是一定的高度以上 所以它有一个空域 高它不怕 它怕低 所以那个精灵炸弹 或是说我们讲的 战斧巡弋飞弹 那个很难防 贴地帽飞行 现在它就是用这种 贴地帽飞行 当然那时候北约没有雷达 但是它贴的不是地帽 它贴的是树海 所以也一样有树海上面的 那个死角肉眼 看出去的话 被树挡住 这边是死角 你只能高于这个看得到 在树上面一点点会被遮到 视觉的车壁点 有一个空间 那个应该叫blind spot 还是什么的 这个就是 厉害的地方 但是那样飞 说实话 你不是今天老道的飞行员 你这样飞 那是在玩命的 不用敌人打 你自己就撞到树 所以它为什么要 起起伏伏飞 因为地帽不一样 所以树的高度有时候会起伏 它就这样贴地帽飞行 跟战斧巡运飞弹一样 好 up right then down 上 再往右飞 再往下 它很喜欢这样玩 应该老手 是当初种任务 他的副驾驶呢 就只要负责叫就好了 副驾驶可能没有太多功能 因为可能不是老手 所以就任由驾驶来飞 他在旁边可能就配合一下而已 看一看 所以他只要 发出 呦呼 呦呼 这种声音 在每一次 这样子 deb upward 这样子 it was a free rollercoaster ride 他说这是一种 这是免费云销飞车啦 空中云销飞车 这样子 好 我们就刚刚讲了一页三十多分钟 差不多 今天的 内容满充分的满充足的 那我就把整页念完 我们今天就功德圆满 礼拜六晚上不要搞太累 看看电视休息休息 我就直接开始 正音 好用朗读的方式练一遍 看着重量的武器 51猪 Machine Guns and motors and try to estimate 数个人 Got it? mix nother than acknowledgements 我们要移动到河 找个地方 dump our gear in case it gets dark before one of us gets back 河会很容易找到那晚 I'm going to call X-ray and tell them what we got our plan and our location then we'll move mix mix rege for the handset as the sergeant pull this map out to confirm their location 24 this is 20 pop smoke over Roger Lieutenant Sykes was 3000 feet above the green canopy his mission was to pull Avans 214 and Salazar 2310 from their AOs First Lt. Y the pilot pulls the transmits bottom on the control stick i got it one o'clock he banked the plan givin his rear passenger a better view there it was a same column of yellow smoke rising from a small open area 24 this is 20 got ya standby Size flicks the toggle switch on the radio panel changing to the helicopter channel frequency reddevil 2 this is 20 over this is reddevil go take up heading 180 i'll pick you up with your treetop over Roger one of the two loves helicopters Reddouble2 and two heavily owned gunships circling and abandoned Ricefield at 2,000 feet ahed itself the pilot of Reddouble2 could feel the adrenaline flow and smiled behind his green shaded visor as he began and his descent he loved it he loved busing treetops at max speed all he had to do was fly and not worry where where the guy above took care of that this was what it was all about he thought as he leveled off barely avoiding the top branches of trees passing at 90 knots up slightly then down following every fold of the trends blow blow him up right then down in this in his excitement his co-pilot was murmuring wees and woos at his deep and upper motion he was a free rollercoaster ride 好 我就把整個念完了 那 那 好像沒有什麼需要特別講的 那我做個小的結論 上面的就是 tutu 分出去的這個 graded 跟mix 他們怎麼做偵查 他的技術用到了 利用河流 知道怎麼樣 在入業前 要做偵查 必須在入業前能見度 不佳的 情況下 萬一有什麼狀況突發的話 他要怎麼先預防到 超前部署 所以他 告訴mix 我們要找一個河流的 地方 把我們的裝備先放那個地方 帶的武器就好 發現的人 算什麼呢 算有沒有重型武器 51 重機槍 也就是我們講的武林機槍 跟 各個不同火勁的破炮 由此可以斷定 有兵器連的這種單位在 那就表示 銀的火力骨幹出現了 表示有銀的部隊要少到位置 然後呢算人數 算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趕快回到我們 沿著河回來 因為相信已經入業了 沿著河流回到我們 放背包 跟其他裝備的地方 帶的裝備 如果能在那個地方 匯合最好 如果不能 誰先回來 誰帶的裝備 誰就可以先測回到我們 出發點的那個地方 然後呢 跟 X-Ray 中繼台 做通聯 把整個偵查的計畫 跟位置要標定好 告訴聯部 萬一需要直升機緊急撤離他們的時候 也找得到人在哪裡 或者說忽然通信中斷了 通信不通了 至少已經把位置跟他講了 他們會在 原來最先得知的位置 那個附近可以找得到人 這樣子 下面這個就是一個很標準的 早期初期雛形的地空整理作戰 由第一機在3000英尺的高空 找到要去 用直升機撤離的小隊的位置 先做無線電先通聯 然後呢 這個煙霧彈 找到確界位置 載由 定義機 在3000英尺的高空 用無線電 聯絡 直升機 依人數來決定 一個小隊 一架 UG就夠了 運輸人員運輸的 上面不能有武裝 否則空間不夠 有兩架武裝直升機 護衛 然後呢 告訴他們概略的位置 到了概略的位置 上面 可以跟 定義機可以跟直升機 兩個聯絡上了 再由上面的定義機 用無線電告訴他確切的位置 把他導到那個位置去 然後再開過地降落 那個Landing zone 然後把人桶帶上去就走了 甚至不用停 跳上去就好了 除非有人受傷了 這樣子 這就是一個地空整理作戰的一個雛形 現在科技更發達了 我們如果還沒有這種 越戰時候 60年前的那種概念還在亂搞的話 我們真的 就不用軍事事務革新了 這樣子 我今天就利用大概將近40分鐘的時間 講到這個地方 感謝同學 晚安